所以還記得這張圖嗎? 固態 一胎 一胎 四胎 所以我們說的負質三胎兩胎三胎 固態一胎七胎 對不對? 所以呢 固態 對 來看這裡 這邊 一胎 那這裡咧? 這裡 氣胎 固態一胎 那我們說呢 如果固態跟液態 跟氣態比起來 固態來講怎麼樣? 他是被關在一個牠籠裡面 只會在牠籠裡面振動的 對不對? 所以當它能量夠大,它就可以掙脫這個腦絨 掙脫腦絨之後它就可以自由移動 可是再怎麼這樣自由移動 它也會撞到它自己的同伴 對吧? 還有沒有影響 所以等到你力態能量夠強之後 你就可以脫離同伴的束縛 就有辦法變成什麼? 氣態 氣態 對吧? 所以在這裡我們說 熱能對物質的影響 不外乎第一個物理上的變化 它可以讓物質產生三態上的變化 那我說固態而言 它基本上是能量最低的一個東西 它是低能的 而氣態能量最高是高能的 而液態能中能 所以我們說 如果從固態要變液態 就是從低能要變高能的 你就要吸收能量 所以反過來你從高能要變到低能 你就要放出能量 對吧? 所以這裡來幾個名詞 複習一下 所以我們說從固態變液態 這個叫做什麼呢? 這個叫做 螢化 所以反向回來 這個就叫做什麼呢? 這個就叫做 凝固 這個就叫做凝固 來 那從液態變氣態呢 那從液態變氣態呢 叫做什麼呢? 叫做 啟化 那當然 那個氣態變液態 這個就叫做 凝結 好 我記得我之前寫這個 感覺錯了 蛤?寫什麼? 這個氣化 沒事嗎? 是氣化很熱喔 氣化很熱喔 對阿 再來 氣態變成固態 度態變成氣態 來 度態變氣態 這個叫做 昇華 反過來 如果呢 氣態直接變成固態 這個就叫做 明華 明華 所以這個大家 哇!還有印象嗎? 對 而且呢 我們說的氣化呢 還有分開一種方式 第一種叫做什麼呢? 第一種叫做 沸騰 所以來 什麼叫做沸騰? 沸騰 必須達到 沸點 對吧 那另外一個叫做什麼呢? 另外一個叫做 增發 所以 增發需不需要達到沸點 增發 不用達到沸點 就可以了嘛 對不對 明明一下喔 好 對 這是什麼事先說 怎樣 等一下 所以 所以氣化有兩種 這個要知道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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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物質的變化呢? 第一個當然是物理變化 也就是物理上 三態的變化 那 這邊其實 不難 一看就知道 那我們接著來看一下 那 物質的三態嘛 這裡呢 之前都有請各位記起來過 這裡看一看就好 那固態呢是怎麼樣呢? 固態它的 粒子 也就是物質的分子 它是只能在固定位置振動 沒有辦法振進行動 所以怎麼樣? 有固定的形狀 固定的體積 所以呢 粒子跟粒子之間的距離很小 但是吸引力很大 但是自由度最小 因為它彼此不像吸引 它就拔在一起 OK嗎? 可是呢 當你能量變大之後呢 你變成液態之後 粒子就沒有那麼緊密啦 所以呢 它可以在一定範圍內 任意移動 也就是什麼呢? 流動 所以它排量會有一定的體積 但是因為它可以任意移動位置 所以它沒有固定到形狀 所以粒子的彼此距離更大了一點 吸引力也就更小了一點 所以自由度最大 那氣態呢怎麼樣? 在粒子排列最重上 它可以任意移動 所以它的體積跟形狀都可以不固定 所以氣體可以被壓縮 OK嗎? 但是呢 固體跟液體呢 在我們國中的說法是說 不能被壓縮 其實還是可以啦 只是它可以被壓縮的幅度超小 小到不行 OK嗎? 好 所以這裡呢 粒子跟粒子距離最大 吸引力最小 自由度也會最大 所以這個要知道 那當然我們說什麼叫做融化 什麼叫凝固這邊呢? 吸收熱量從固態變地態 就會叫做融化 當然你要寫火不融還是鬼不融都可以 所以融化的溫度就叫做什麼點? 融點 好 來,那反過來 那呢 失去熱量從液態變故 它就叫做凝固 就叫做凝固 所以我們說啊 嗯 物質既然在三態變化 它都會吸藥對不對? 所以 來 問題來 既然物質在三態變化 它都要吸藥 那請問一下 冰這個東西 它在融化的過程中 它是吸熱還是放任? 冰再融化 它要吸熱還是放任? 冰固態變液態 它要吸收外界的能量 對嗎? 所以實際上下雪的時候沒有很冷 真正冷的時候是雪融的時候 OK嗎? 因為雪融的時候它會從四周圍 把熱量抽走 OK嗎? 所以這個時候呢 你會覺得氣溫零度 冰塊零度 水也零度 可是你就是會很冷 為什麼? 因為你的熱一直被帶走 OK 所以這個我知道 那當然我們呢 接著往下看 好了 氣化 跟什麼呢? 凝結 那氣化呢 當然 我們說物體吸收熱量 從一代變氣態 就叫做 氣化 那失去熱量 從氣態變力態 就叫做 凝結 所以之前我跟各位講過 中國傳統的廚藝裡面 有一種烹調食物的方式就是什麼? 蒸 什麼蒸餃啦 小籠包啦 包子啦 那一種東西 饅頭那一種 幾乎都用什麼? 都用蒸的 為什麼? 因為它把水煮成水蒸氣之後 水蒸氣要在包子上面 凝結回水 凝結變回水 這個時候它會放出大量的熱量 就把包子給弄熟了 OK嗎? 所以呢 蒸氣燙傷呢 基本上都會很嚴重 如果你被水蒸氣燙到 基本上都會蠻嚴重的 OK嗎? 好 就這裡呢 大概知道一下 所以我們說 那以氣化來講 氣化呢 它又有兩種方法 第一種叫做 沸騰 那沸騰呢 就是物體 就是液體吸收到足夠的熱量 直接達到沸騰 所以它可以從最底部 從鍋子的最底部 直接從液態變氣態 然後從最底部直接衝上來 變成氣態就衝上來了 所以呢 像這種呢 就叫做沸騰 它會滾 OK嗎? 可是另外一種比較麻煩的 叫做蒸發 那這個蒸發比較特別 蒸發它只發生在一個地方 哪裡咧? 它只發生在物體 這個液體的表面 它只發生在表面 它不會發生在內部 所以呢 這個表面的液體的粒子呢 如果不小心被排擠了 比如說有一個液體 它已經在表面了 結果呢 裡面有人撞它 而且不是一個人撞它 是好多人撞它 結果一撞 它只剩下一個地方可以去 它就被撞飛了 咻! 它就離開了 變成什麼? 氣態了 OK嗎? 所以這種叫做蒸發 所以蒸發 它需不需要達到肺炎 不用 蒸發 它不用達到肺炎 所以蒸發呢 它很容易受一些因素影響 像什麼呢? 它很容易受到你當時的溫度 風速 還有面積 還有空氣中的濕度等等所影響 那呢 也會受到什麼呢? 這個物質本身的物理性質影響 所以像醫生在打針之前 一定會塗一個東西 叫做 它塗下去就會怎樣? 兩 為什麼? 因為酒精很容易就會 就爆掉 OK嗎? 所以我記得之前 好像我讓你們玩過一個東西 那個 保麗龍 直接把它壓到餅 裡面對不對? 當你們玩到之後 還會把它當成棉花場那邊玩 好 那 那 那 粉紅最後一點 不是我們摸到手嗎? 對不對? 摸在手上是不是會覺得涼涼的 沒有 不是你們 是另外一番 另外一番有幾個臭男生 他們就把那一坨東西拿起來 我哪來 我哪來 不要一直 等下我趕一點課門 好不好 我是禮拜日主要 那邊上那邊玩 對啊 那個禮拜日再說 先讓我今天 預定的精度交往 好 所以呢 像酒精跟水比起來 酒精它就比較容易蒸發 所以呢 像什麼呢? 如果你把一杯水放在這裡 放一個禮拜 它會不會乾掉 不會 對不對? 可是如果你把它撒在地上 會不會乾 它就會乾 為什麼? 因為蒸發也很容易跟 免機有關 OK嗎? 所以像你在家裡曬衣服 晴天比較容易乾 還是雨天比較容易乾 可是最後都會乾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晴天的濕度比較低 所以你空氣中濕度低 它就比較容易蒸發 可是下雨天濕度高 它就比較難蒸發 OK嗎? 所以像有些人會故意把衣服呢 曬著之後用電風扇去吹 為什麼? 如果有風吹 風可以帶走表面的濕氣的話 它蒸發的也會比較快 有沒有問題? 所以像天氣冷的時候 跟天氣熱的時候 蒸發的速度也不太一樣 對嗎? 天氣冷的時候比較難蒸發 天氣熱的時候就比較容易蒸發 OK嗎? 所以這些都會對我們的蒸發 產生影響 所以這裡開燈就好 來 那當然最後呢 升華跟凝滑 那升華跟凝滑呢 這個也不用講太多啦 升華、固態變、氣態 直接跳過液態的 這個也叫做升華 所以像什麼呢? 點 還有張導環 它都可以進行 升華 OK嗎? 好 那最後呢 我們來講一下 那麼水的三態變化呢 跟熱量很關係 那在這裡呢 麻煩各位呢 在這張圖上面 給它一點點數字好不好 所以來第一個 我們呢 假設這個水呢 一開始的溫度叫做負多少呢? 負 20 所以這裡 1 分鐘 這裡 9 分鐘 這裡 19 分鐘 再來 這裡 多少呢 嗯 73 分鐘 來 在這裡呢 我們說 一般來講 我們在加熱水的過程中 加熱一塊冰的過程中 我們會看到這個圖 我們之前說 加熱水 我們只會看到這一條線 對不對? 0度C到100度C的線 對吧? 可是我們如果加熱一塊冰 把一塊冰從冰箱 零下20度拿出來之後 開始對這一塊冰加溫 這一塊冰的溫度 就會怎樣? 上升 對不對? 上升上升上升 上升到幾度 它就要開始融化 上升到幾度 它就要開始融化 零下20度的冰南出來 零下20度的冰南出來 上升到幾度 它就會開始融化 零度嘛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所以呢 我們可以知道說 它在第一分鐘的時候 它就要開始 融化 對吧? 所以融化到第九分鐘 溫度開始往上滑 為什麼會這樣? 沒錯 就是融化完了嘛 對不對? 最難就會想一下 所以當它融化到第二分鐘的時候 冰比較多還是水比較多? 你自己看到 在這裡第一分鐘到第九分鐘 第一分鐘剛開始融化 對不對? 所以冰還很多 水還很少 對不對? 所以再來冰 越來越少 到九這裡的時候 水就要越來越多 對不對? 所以一個變多 一個變少 所以你們有沒有發現 如果我問你們 嗯 那這樣子在第幾分鐘的時候 水跟冰會一樣多? 四 第四分鐘嗎? 還是第五分鐘? 對 第四分鐘還是第五分鐘 水跟冰會一樣多? 想像一下 啊? 第五分鐘嘛 對不對? OK嗎? 可以接受嗎? 好 好 那最後 再問一個奇怪的問題 那請問一下 第三分鐘的時候 冰有多少? 水有多少? 冰佔幾分之幾? 水佔幾分之幾? 水佔幾分之幾? 對 水不是三分之一? 八分之三 八分之三 你們都只有看數字而已 亂講過 來水佔多少? 來 這裡只開始融化幾分鐘 一到三只融化了 兩分鐘 對不對? 它還得繼續融化六分鐘 它才有辦法完全融光光 對吧? 有沒有發現內插法 又回來找你們的? 有 哦 對吧? 所以來看齁 它這裡是不是 一比三 對不對? 所以代表 三比一 代表水只有佔 一 冰 還有 三 對不對? 所以呢 水 這時候有四分之一 有四分之三 都是 冰 對吧? 所以如果今天我讓它到 第八分鐘的時候 如果到第八分鐘的話 它會怎麼樣? 來 在這裡 會變成七比一 所以這個時候呢 幾乎快全部融光光了 對吧? 所以它有八分之七的 水 只剩下最後八分之一的 冰 對不對? 可以結算喔 所以這裡呢 這個東西 算是很難的題目 OK嗎? 所以我們其實啊 科學家們呢 在這裡做了這個實驗之後 他們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冰融化 需不需要熱? 需要 但是需要多少熱? 知不知道? 不知道 不知道 他們也不知道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來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把這裡擦掉之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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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裡呢 其實可以得到一個東西 我們在這裡 其實可以看到一個東西 來 你們看一下 我這裡從0度C 增加到100度C 我總共加熱了幾分鐘 第9分鐘開始 溫度上升 到第19分鐘開始 溫度又不上升了 所以從第19分鐘開始 它就會 Fake 對吧? 所以呢 我們說 在這裡 第9分鐘到第19分鐘 它總共加熱了10分鐘 所以我們假設 1分鐘給H 10分鐘就會給 10H 所以 冰變水 水變冰 質量會不會變? 不會 不會嘛 所以H等於 S 水的S 就會叫做多少? E 對 所以 H等於 S M ΔT 好 所以 我們在這裡 就可以看到一個東西 我 M 質量 M公克的 水 要上升100度C 要加熱10分鐘 我這裡 就要加熱8分鐘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可以說 那8H 就會等於什麼呢? 就會等於 M的融化熱 加以量的就是什麼呢? 我M公克的B 如果它想要融化 它就要吸收掉8H的熱 OK嗎? 所以我們今天開始做一點數字上的假設囉 如果我說這杯水的質量剛好是100公克 所以這裡就應該是 一分鐘給1000卡 對不對? 總共1萬卡 所以這裡 8000卡 可以給 100公克的B融化 所以代表什麼呢? 代表 每公克的B 它需要 80 卡的什麼熱呢? 融化熱 OK嗎? 可以接受嗎? 所以其實你看到一塊冰 它融化變成水的時候 它其實吸收的熱 已經足以讓水 從0度升到80度 對吧? 所以這個融化熱 是負責拿來幹嘛? 打脫這個冰塊的牢籠 讓它可以變液態的能量 所以這個能量多不多 很多 可是你們看到這一段 你們會覺得 那這一段 多不多 跟融化熱比起來 更多還是更少 是不是要更多 對不對? 因為它加的時間又 更長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呢 在這裡 我們也可以知道說 欸! 那這裡呢 從第19分鐘 加到第73分鐘 它的水分才會完全 蒸發光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寫上一個東西 54H 就會等於什麼呢? 5 100 乘上 一個數字 因為它可以讓100公克的水 通通都氣化完 對不對? 所以這個東西 就叫做什麼? 熱 氣化 熱 所以你這樣子 一算你會發現 哇! 5 萬4 除以1塊 所以這裡會多少? 540 對不對? OK嗎? 所以我們會發現 欸! 我如果想要讓 1公克的水 氣化掉 我就得花上 540卡的熱量給它 對吧? OK喔! 好! 所以在這裡呢 我們說 這個東西呢 就是這樣子的 我們說 那在第1分鐘到第9分鐘這一段 因為呢 液體跟固體同時存在 所以呢 它們可以同時在這個溫度下存在 所以我們就把它叫做 故意怎麼樣? 共存 對 OK嗎? 那當然在這一段 100度C以上 欸! 液體跟氣體 它們也可以 同時存在 對不對? 所以我們就把這個地方叫做什麼呢? 叫做 液氣 共存 OK嗎? 有沒有問題? 好! 所以最後 那 如果我可以從這裡算出水的比的 欸! 那你們還記不記得 老師之前已經開始教過各位的東西 物理性質是怎麼樣? 相同物質 相同狀態 它就會 相同 性質 所以 水的比熱 如果叫做 1 冰的比熱還叫做 1嗎? 不見得 因為它是不同的 狀態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各位有沒有辦法從這裡看出來 那冰的比熱應該多少 所以這裡100公克的水 這裡就應該是幾公克的冰 100公克的冰 所以我們會寫 H等於 S B 乘以 100 乘以 Data 20 可是我們說 H1分 可以給1000卡 對不對? 所以冰的比熱其實只有水的比熱到 一半而已 對吧? 因為冰的比熱 我們剛才算出來就是 0.5 對不對? OK嗎? 這裡會不會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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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這裡其實你們有必要每一條都記 你們需要記的是故意共存 跟意氣共存 這個技巧要知道而已 因為這個東西一定會好 好 一定會好 好 OK嗎? OK 好 所以這裡呢 好了嗎? 好了 我要擦掉了 好了嗎? 好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說 在不同狀態下的水 它溫度上升曲線不一樣 我們也知道 比較不同 所以我們寫個東西好不好 來 SB 0.5 當然 C C 分支 卡 這個就是它的 單位 OK嗎? 來 再來 那呢 我們說 那冰的融化熱 1公克的冰 變成 1公克的水 0度C的冰 變成 0公克的水 它所需的熱量大概是 80卡 每公克就要80卡 多不多 還蠻多的 對不對? 可是呢 氣化熱怎麼樣? 從100度C的水 變成100度C的水升器 它所需的熱量又更高 OK喔? 所以這樣有沒有問題? 沒有喔? 好 所以呢 講到這裡呢 免不了 又要再講一個小東西 各位 之前老師一直跟你們講 在台灣做哪些職業超賺的 開廟 有跟你們講過 做3公 開廟最好賺 你只要會 壓力 會爬高梯 你就可以通過道士的考試 當然 大家在這裡 熱對物質的變化 你鑽香有請 不用扣稅的 我在這裡上課 我還要被 中華民國政府課稅 職業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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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課不到稅 可是他賺的不用廟工多 來 那呢 我們說呢 你們也會看到 一些廟會拜拜的時候 人家會說 那神明附體啊 超級 什麼 超級靈驗的 怎麼樣 然後還會神功附體 讓你 刀槍不入 不會覺得燙 所以他們就會準備 一排的什麼 木炭 然後把它燒 我要去接 然後你要去踩 然後你打自己 對 你要打自己要去踩 可是你的腳不會燙燙 可是木炭是燒紅的 為什麼不會燙燙 那樣 灑炭的那個 蛤 灑炭 對嘛 之前我跟你們講過 我們只要在木炭上面 灑鹽 你固態的鹽要融化變成液態的鹽 它要吸收超多超多的熱 所以呢 你只要腳踩上去 基本上 你不要故意把鹽撥開 不要故意踩很重 不要用跑的 都不會有事 所以你就這樣子 這樣子踩一踩就過去了 然後過去之後 就哇 生米桃靈驗啊 然後你就掏出一千塊 就捐槍有錢 那是不是要揭穿他們 那是不是要揭穿他們 這就是問題 這就是問題所在 信仰這個東西 你永遠不要揭穿他們 為什麼 因為有一句話說 當局者 旁觀者親 對 旁觀者親 不是旁觀 旁觀者親 旁觀者親 當局者 簡單的說 如果今天你的好姐妹 譬如說 他交了一個男朋友 可是那個男朋友 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吃軟飯的 對不對 然後 然後 你眼光很高 蛤 你眼光很高 對啦 眼睛長在頭頂 是嗎 好了 不是這樣子 假設如果交了一個 很不好的男朋友 那你呢 這個時候你去跟他講 聽不聽得下去 當局者 你一定聽不下去 然後他會絕交 對不對 然後等等 之後呢 出事情才會不會來哭哭 對不對 通常都是這樣子 對 對啊 為什麼不是你 要不然 要不然 要不然你的好姐妹 敲了一個 吃軟飯的 你會不會對他說實話 對 你會不會嗆他 會 可是你嗆他有沒有用 沒有 有啊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 如果交了一個男朋友的話 怎麼會沒什麼 有用 對啊 所以這個大概知道一下 來 所以我們針對物質的影響 當然第一個 傷害變化 那傷害變化是屬於物理性的變化 那當然第二種變化 還是物理性的變化 還是物理性的變化 來 那第二種變化當然就是熱脹很縮 只是呢 有些東西是熱縮冷占 那呢 以熱縮冷縮呢 我們來說啊 它的粒子觀點的話 當然物體獲得能量的時候 它會震動的特別的大量 所以它會需要比較大的空間 所以它就會 所以它就會膨脹 它就會膨脹 那如果它冷呢 它就動不了那麼快 所以它就會開始 需要的空間比較強 它就會冷縮 它就會冷縮 那當然有些物質呢 性質呢 跟人家不一樣 比如說像水 水在0度C到4度C的時候 它會熱縮冷脹 還有另外一個東西 也是熱縮冷脹 像什麼呢 身體 身體它是一種合金 是一種金屬的東西 這種金屬它很奇怪 你用佛考它反而變強 所以身體它也是一個反常的例子 它也是一個反常的例子 身體喔 你們在下學期 很快就會遇到方法 而且那時候你們還要背它 不要 沒有 不要 你一定要背它 爛 所以像這樣怎麼說呢 會用在哪裡呢 來 在這裡看好了 第一個當然就是什麼呢 這個橋樑上的什麼 伸縮縫 這是橋 對啊 這是橋上面的伸縮縫 如果你家裡有開過 譬如說新竹的橋 或者是開五楊高架 一定會開到的地方就是 看那裡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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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地方就是伸縮縫 為什麼呢 因為呢 那一些高架橋 它坐在上面 它一個橋板 一個橋面 它跟下一個橋面 它不會 從頭到尾一體成型嘛 對不對 因為如果從頭到尾一體成型 只要一膨脹 它可能就會 往前推個幾公尺 對不對 所以它要做一段一段 然後中間給它幾公分的交叉 通常都有交叉去 對啊 不然呢 腳踏車會 壓過這個東西 就消去 那這些伸縮縫 當天氣熱的時候 它會幹嘛 它會膨脹 膨脹之後這些縫就會變小 可是到冬天它冷縮的時候 橋面冷縮之後 它的伸縮縫縫就會變得比較大 所以像鐵軌 你們有搭過 捷運 或者是 台鐵 有搭過吧 有 你搭這個人 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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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是 它如果你是搭 輕軌 可能就聽不到 就是那個輪胎的 有輪胎的 是用輪胎下去跑的 那個可能就聽不到 如果用鐵軌的就會聽得到 來 所以像鐵軌 它中間這裡會有一段 這一種是什麼呢 鐵軌的伸縮縫 OK嗎 所以也是怕鐵軌的熱上冷縮會歪掉 所以像鐵軌如果熱上冷縮 那個伸縮縫失去效果 被頂到 它會歪掉之後 鐵軌會整個變形 鐵軌變形之後會 會滿危險的 鐵軌有些時候 它會直接跳起來 它會整根跳起來 不要懷疑它會整根跳起來 跳起來之後 跳起來之後 如果你火車過去才發現 就是出軌 就是出軌 所以這個要知道 那當然 有一些在 亞洲國家 尤其像俄羅斯那一塊 俄羅斯那一塊 可以輸出石油 或者是中東那一塊 他們也可以輸出石油 可是他們的油管 會這樣子蓋 他們的油管蠻好小的 他們的油管每隔一段距離 就會蓋一個什麼 U字型 很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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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呢 這樣子蓋一個鐵軌 會有點稀 很煩 為什麼他們這樣熊灰色 就是說像 油管 它這樣子 一節一節 蓋到一個區域之後 它會在一個地方就彎上來 關成U字型 或者是倒U字型 所以 夏天的時候 兩端會膨脹 對不對 兩端一膨脹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冬天冷酥的時候 它就會收縮 收縮 它就變成這個樣子 好難想像喔 很難想像喔 當你這個油管是幾百公里的時候 它只要一膨脹就會變成這樣 OK嗎 所以它大概每個幾公里 就要做一個U字型 所以這種U字型 通常也是這種油管最脆弱的地方 所以之前在美國他們就有那個 他們不是輸油管 他們是輸天然氣的 就有人 在輸油管附近 在露營 你們知道外國人的露營通常都會點火那些又很沒的 結果沒點火是一點就 對 通通燒死 比高雄的那個還可怕 那個碰 通通就燒死了 一天就碰 對啊 對啊 那當然我們的金屬呢 還有一個東西 來這裡呢 補充一個字眼 這個字叫做什麼呢 既然我們講到熱脹冷縮 我們就要來提一下一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 膨脹系數 它是一個詞 那什麼叫做膨脹系數呢 膨脹系數它其實只有三個字而已 脹的多 縮的多 六個字 六個字 同一副詞嘛 不對 反一副詞 應該還是四個字 另一個障的詞 那你不會只記三個字 然後把它當作反一副詞 對不對 所以這是照樣照句嘛 所以呢 障的多 縮的多 縮的多 對 所以什麼叫做障的多 縮的多呢 好 來看好囉 那是六個字 這樣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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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呵呵呵 好 我來看一下 那什麼叫做膨脹系數 簡單的說 如果這裡有一根金屬 這裡呢 也有一根金屬 兩根金屬一樣長 在同樣的溫度下 一樣長 所以加溫之後 加溫之後 變長的 變比較長的那一根 就叫做膨脹系數比較大 OK嗎 那如果呢 我們把它降溫的時候 一開始漲比較長的 它冷縮的時候 也會縮的比較 短 OK嗎 所以這也叫做膨脹系數 所以我們會利用這種東西 來做為 溫度計 所以當我們 在這裡呢 把它盯起來之後 把它的兩端盯起來之後 盯起來之後呢 一加熱 假設呢 我們說上面這一塊金屬 它的膨脹系數比較大 而下面這一塊金屬 膨脹系數比較小 來上面大的 是不是就會 往下彎對不對 所以一加熱 它就會往下彎 而呢 你把它用乾冰 封起來的時候 它就會幹嘛 欸 如果你用乾冰把它封起來的時候呢 你膨脹系數大的 它冷縮的程度 也會縮的比較多 所以它就會變成往上 翹 OK嗎 可以接受喔 這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可知道啊 對啊 所以膨脹系數呢 膨脹系數大的 它縮的比較多 脹的也比較多 OK嗎 那膨脹系數小的 脹的也少 脹的也少 所以來 問題來 問題來 如果今天你要坐飛機 你要做很精密的儀器 你希望用的金屬是膨脹系數大的金屬 還是膨脹系數小的金屬 小 越小越好對不對 最好不會熱障膨脫的 可是呢 抱歉 我們的金屬 幾乎都會有熱障膨脫的現象 所以這個免不了 我們只能一直改變我們的材料 可是膨脹系數大的金屬就 沒有用處 有沒有用處 有 有 有它的用處 它的用處在哪裡 在這裡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叫做無用式開關 俗式開關 這個東西呢 它裡面就是兩片金屬電 當你家裡的電 用太超過了 電流太強 所以它的溫度上升 它就會變形 然後就把你的開關切掉 然後它就可以斷電 OK嗎 所以呢 溫脹系數大的金屬 當然也有它的用處 只是我們一般來講 做精密工業的 我們會希望 這樣系數越小越好 OK嗎 好 所以這樣呢 大家知道一下 好 那當然呢 我們的熱呢 也會對物質帶來一些化學變化 例如說 像有些化合物 它會具有什麼呢 它會具有結晶水 來 所以像劉酸筒 來 劉酸筒要長什麼樣子呢 來 劉酸筒呢 可以像這樣 像這樣 欸 這是綠化合物 這是那個 客廠裡 你要看這裡 不是看那裡 這是蛋豬正在下面 好 來 那我們說呢 有些物質呢 它會帶有結晶水 像什麼呢 劉酸筒 劉酸筒就被帶有結晶水 所以正常劉酸筒呢 是CUSO4 對不對 可是呢 有個劉酸筒叫做 CUSO4硬碟 然後五個H2O 簡單來講化它的結構給你們看 如果呢 劉酸筒是一個紅色的分子 那這個劉酸筒就是一個紅色的分子 再伸出五隻手抓上五個水 OK嗎 所以呢 我們說呢 我們如果把普通的劉酸筒 滴水 給它結晶水 或者讓它受潮 像什麼呢 像你們的糖果 變成吃吃軟軟的糖果 或者是鹽巴結塊那種受潮 那它就會變成藍色 因為它抓到結晶水就會變藍色 可是反過來 我們呢 只要把劉酸筒拿去加熱 烤它 把它的手把斷 它就沒辦法抓到結晶水 它就會變回白色 所以我們說 有水的劉酸筒 它是藍色的晶體 而呢 當它受熱 失去水分之後 被打斷手 它就會變成 白粉 OK嗎 所以劉酸筒 劉酸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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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在這裡特別注意咯 如果呢 一個化學反應 我們想要打斷它的手 它是一個 吸熱反應 那反過來 當它得到水 變成 含水流酸筒 就會是一個什麼反應 放熱反應 OK嗎 有沒有問題 所以這個要知道 再來呢 我們來介紹下一個 叫做綠化雅菇 那綠化雅菇呢 一般來講 你們家裡的那種 廚師盒嗎 那種小顆粒小顆粒的廚師盒 柯潮林那種東西 有看過嗎 有看過 OK 可能你們如果常常去逛大賣場 就有機會看到 柯潮林這類的東西 通常是在美女季節 比較會賣 或者是冬天 寒流一直下雨的時候 比較會賣 因為它就是一個盒子 然後裡面會有幾顆 有點像那個水晶寶寶的東西 然後有些水晶寶寶有顏色 然後它會跟你說 當你的水晶寶寶出現什麼顏色的時候 代表它已經吸滿水不能用 那個東西其實它就是用綠化雅菇下去用 好啦 所以我們說什麼叫做綠化雅菇呢 綠化雅菇 C-O-C-L-O-2 那綠化雅菇呢 一般來講 它也有結晶水 那如果說有水的綠化雅菇是什麼顏色呢 它有水的時候很奇怪 顏色是紅色 加了之後失去水分就會變成 無水綠化雅菇 就會變成藍色 所以這個東西 你們國一有學過 各位 你們國一有學過 國一學過什麼東西 吹氣會變色的是什麼東西 綠化雅菇 式子 有沒有用過這個東西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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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十尾式子 十尾式子 十尾式子是側酸鹼的喔 那就沒有聽過這個狀狀了 好吧 那你們現在複習一下 國中需要學的東西 側酸鹼的 一開始 你們現在需要知道的就是 十尾式子 OK嗎 酸鹼用十尾下去測 有沒有問題 二氧會用什麼測 那水用什麼測 水用什麼測 水用什麼測 你要測一個 對 你要測一個東西 水就用綠化雅菇下去測 OK嗎 綠化雅菇是只一沾 喔 它從 紅色變 藍色 可是它從藍色變紅色 它就是怎麼樣 它就是油水 因為它 無水的時候是藍色 OK嗎 油水的時候反而變紅色 它都放到水裡 怎麼可能會有水 你把它放到一個液體裡面 譬如說如果我想要判斷 乳液 乳液裡面有沒有參水 對不對 或者是我想要證明 這個酒精的純度很高 沒有參水 那我是不是只要拿一張藍色的綠化雅菇是只 下去沾我就知道了 一沾 沒變色 就代表沒有碰到水 對吧 可是如果變色了 從藍色變紅色 就代表要碰到水了嘛 對不對 所以像你們其實國一的時候 正常來講應該有寫過類似的題目 就是你在對一個瓶子吹氣 一吹 結果綠化雅菇是只 從藍色綠化雅菇是只 變成紅色綠化雅菇是只 代表你吹出來的氣體裡面有什麼東西 對 有水分嘛 對不對 有音響了嗎 沒有 沒有教過的 沒有教過的 可是好像有一點 考試有寫過類似的題目 沒有 沒關係吃了 會寫到 好 不用這種失意的狀態 不用這種失意的狀態 好 所以呢 為什麼我長這樣怎麼樣 這個也有 啊 YES 講完了 可是 要不要補充一下高中的 兩分鐘 兩分鐘 反正禮拜天就會見面了 所以我也不想出差或做一 OK嗎 兩分鐘 來 禮拜天我就不想講這個了 禮拜天我就不想講這個了 禮拜天我想要錄音 請講音給各位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嗯 我們的水呢 我們的水呢 跟一般的物質不太一樣 一般的物質呢 他們會有所謂的三項的現象 就是故意氣的三項 所以如果這裡是固態呢 這一段呢 通常都是 固態 而這一段呢 是氣態 所以呢 對二氧化碳來講 二氧化碳的固意氣是這樣子飄的 可是水的固意氣卻怎麼樣 固態 液態 氣態 它卻是這樣子跑的 所以差別在哪裡呢 來在正常 一大氣壓下 一接過來 沸點就是幾度C 沸點就是100 冰點就是零 所以你把壓力下降的時候 沸點會下降 冰點反而會上升 所以之前講過 在高山上面水煮滾了才幾度 70度 可是在高山上面水要結冰 只要幾度 4度就結冰了 有沒有印象 有嗎 OK嗎 可以接受這種觀念嗎 所以呢 我們說呢 像你媽媽在家裡 如果會燉東西 會用一種鍋子 叫做快鍋 壓力鍋 有沒有聽過 有 壓力鍋是怎麼樣 壓力鍋就是把壓力變到很大 所以這個時候 水的沸點會被往上提高 提高到大概到560左右 所以溫度很高 水才會沸騰 對不對 那當然 壓力變大 冰點也會下降 可能相較到負山度 所以 變成負山度之後 叫做容易融化還是很難融化 容易融化還是很難融化 本來是冰的東西 結了 蛤 本來是你住下面有負山 所以 容易結冰還是很難結冰 容易結冰 很難結冰啦 你自己想 降溫的過程 先碰到零 很結冰的 好棒 可是現在降到零 還不會結冰 還要再往下降 才會結冰 對不對 所以代表很難結冰 所以 原本融化 爬到零度才會融化 現在負山度就融化 所以變成容易融化 所以像冰刀選手 他們為什麼要穿冰刀 因為冰刀 就是直接用一個刀片壓在冰塊上面 所以壓力很大 冰就會融化 所以你看他們流冰刀 一流過去 它會噴水 然後噴水之後呢 馬上它刮過去的那一條 馬上又凝固起來 為什麼會這樣子 有壓力就融化 沒壓力就結冰 OK嗎 有壓力就融化 沒壓力就結冰 所以這其實還蠻好玩的 所以如果你們回家閒著 你們可以拿一條線 去掉冰塊 把冰塊用一條線壓下去 然後用力壓著 壓下去 也可以 只要你頭髮不會斷就好 壓下去 然後壓下去之後呢 那個線就會滲到冰塊裡面 然後就被冰塊包起來 為什麼 因為有壓力的地方 冰會融化 可是壓力一過 它就結冰 OK嗎 然後最後你就會看到 你的頭髮呢 就會被冰塊包起來 然後可以在那邊轉冰圈 對 它就融化 對 OK嗎 好 在這裡有沒有東西 在這裡呢 把頭髮的東西 看一看聽聽就好 因為這個東西 可以跟各位講 不太會考 好